來關心蕭鳳議外的消息 日前嘉義市鄭偉利 区威省發現有一位老伯坐在路邊 離車一直討 在今的民眾馬上統治救護人員 並且持續告定有關心 嘉義市蕭鳳教接位通報後後 馬上派遷特安軍隊前往 救護人員告定後 隨著進行死命病故 隨後將老伯送到病院 好再無死命危險 日前嘉義市鄭偉利 鄉偉城 跟環保局人員前往前往 看到李明驚慌到一半 向上保渡 任車民是參拜 勞慶國 隨著報案 該市鄭偉州 接著報案 派遷特安救人員告定 並為這位老人進行死命病故 在這位老人向救人員表示 他頭上想要討 任車加上保渡 造成他嘴角色胸 在救人員進行處理 將他送往病 對位李政邱偉城表示 這位李明因為太太要在家 照顧三個月 大的孫子 沒辦法到便宜照顧 李孝昇又在破主旗上班 沒辦法馬上趕回來 當然看到你來有面子 在幫助時 第一時間就在幫助 然後這位環節的家修 非常感謝李政 以及小紅靈丸的幫忙 聲音是否丟臉 跟其他彩虹 好的 再講吃和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 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 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